战争 乌军是火力全开 试图要收复南部领土 今年2月份就被俄军占领的哈尔松地区 全线交火爆发了激烈战斗 甚至还传出了乌军兵不厌诈 制造了假的火箭炮来诱敌 消耗俄军昂贵的导弹 外电报道 乌军已经夺回至少4个城镇 战权冲锋掀起滚滚沙尘 低能舰度中精准炮击目标 透过乌军坦克车视角感受激烈交战 俄军不甘示弱 回进反坦克导弹 空中缠斗也打得火热 乌方大秀来自美国的礼物 AGM88反辐射飞弹 会追踪一次雷达波普电磁波 直接奔向目标压制敌军防空 俄军把炮火转向 摧毁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但传出乌军刻意制造假的海马斯 诱骗俄军昂贵飞弹 画面上俄军击中的海马斯 其实是一辆经过卫装的军事卡车 航空内许多俄军城一条线窜逃 逃到一半乌军炮弹袭来 被击中的俄军没了动静 后方同袍进退两难 随着乌东顿巴斯战争现将军 前线转移到乌南 今年二月份就被俄军占领的赫尔松 全线交火 CNN记者小心翼翼赴约 前往不可公开的神秘地点小房间 受访者是一名俄罗斯散兵 自称冒生命危险说实话 声称多数俄罗斯士兵根本不想打仗 只前线士兵饥寒交迫一团乱 此话一出 他被以散布假新闻为由判刑15年 由于害怕被普丁继续追杀 目前已经逃到法国寻求庇护 记者中